惨遭丈夫背叛的六位女明星 第一位 徐帆 丈夫冯小刚虽然颜值不是很高 但还是非常有才华的 而且他的身份地位摆在那里 还是会有不少美女前夫后继的扑上去 但徐帆知道后却满不在乎 还在节目上大放的表示 反正我们家是男的 我们做什么都不吃亏 网友们都评价徐帆真是不一般的大度 我就是觉得这就是虎犊子 那我们家人 我们家人反正是男的 那你让他占便宜就占呗 第二位 张佳妮 曾经和丈夫买超在综艺节目中大秀恩爱 还放出狠话称他们之间没有离婚 只有丧无 结果如今买超被爆出轨 深夜约会年轻美女被狗仔队拍到 买超出轨被曝光之后 张佳妮直爽回应 我是一个爱得起 放得下的人 简单一句话也表现出 他敢爱敢恨的性格 第三位 陶红 他和徐帆之间的夫妻关系 一直都让人看不懂 两人似乎一直都是在自己玩自己的 徐征曾被狗仔拍到和神秘女子共度一夜 事后被陶红知道 结果陶红却一点都不在乎 反而大方地表示这些都不是事 只要精神不出轨就行 第四位 佟丽娅因娇美的容貌和温柔的性格深受大家喜欢 而她与导演陈思成的婚姻也一直备受关注 婚后的陈思成被屡次拍到出轨 还被爆料对佟丽娅有加暴行为 开始时佟丽娅对丈夫处处隐忍 还曾公开表示只要丈夫能按时回家就好 无奈陈思成毫无收敛 最终也是忍无可忍以离婚而收场 第五位 蒋丽莎 丈夫陈浩铭虽然是个实力派演员 但是私底下的人品却让人无法恭维 在蒋丽莎怀孕期间 陈浩铭被爆出在剧组强文女演员 丑闻曝光后还要拉上大着肚子的妻子一起出面道歉 让不少网友直呼渣男 第六位 叶童 成名后与丈夫结婚 没想到婚后丈夫风流成性 还曾被多次派到在外约会美女 事后因为叶童一直深爱着丈夫 并没有因丈夫出轨而与她离婚 反而还处处维护丈夫颜面 一直出面为她澄清 以上几位惨遭丈夫背叛的女星中 你觉得哪一位最可怜呢